歌謠白玉 師姐 怎麼又是你 白玉 你這個叛徒 必須受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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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追了 你追不上 这脚身材权这么好 看够了没有 谁看你了 等一下 做我的侍卫吧 这是你第二次救我了 上一次是在树林里 你很适合做我的侍卫 我调查过你背景 很感情 我是来追杀白玉的 救你是顺手的事 再说了 你又没给我什么好处 我为什么要跟你当侍卫 我可以帮你找到白玉 这家伙名声不错 而且我最近太穷 行 成交 不过你再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可摇摆玉玉 二王子有危险 刺客 保护王爷 完了 只要是被他们看到 我就说不清了 二王子 王爷 王爷 王总管如此慌乱 不怕扰了本王的雅兴 惊扰了王爷 还帮王爷受罪 真心刚才府中发现刺客 担心您的安危 王爷没事就好 下次老奴了 退下吧 诺 起草竟然不备水 难道那草莎想藏在这儿呢 吴玉玉 你终于回来了 哎 你干嘛还钻进来 我如果不进来 王总管就会发现你在这里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要求 每个月 工钱三两 保持帮助 没问题 真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属下失职 自杀就失败了 是因为 你自失败还有两个月 下个月的剑要休想得到 发射王吧 属下失措 也不及在一时 起来吧 谢三王子 大哥本就是敌长子 但他的母后是戴罪着 不足以对我产生威胁 二哥的希望最大 有大将军公孙赞福 让我没想到的是 父皇居然还将 禁军五夫请给了他 国师大人 我是不是该准备 祝贺二哥登基的礼物了 啊 四王子不必得信 如今圣上还没有定下 离谁为代子 我们还有时间 国师 倘若你亲自出马 去杀了二哥如何 等我登基以后 你可就是丞相了 国师 今日本王累了 这局就到此为止吧 二王子 老夫倒要看看 你这么有点长进了多少 我又叫了你一名 该怎么感谢我的 任屏萨王子 这院子居然有这么大 这家伙可真奢侈 这女子估计是二王子 捡来的吧 二王子特意交代了 她的饭菜 都要咱们端到屋里 看来她就是 二王子的风流寨了 我相信 四早有一天 我也会藏回 二王子的风流寨的 我就粗稳 粗业 都给二王子留着呢 估计还想变凤凰 你们也配 自不量力 那个 你叫我来干嘛 站在门外 干嘛 废话怎么那么多 我答应你来当侍卫 可没答应你要站岗 站岗得加钱 你是我的侍卫 侍卫其中一个职责 就是站岗 不站的话 我会扣你工钱 就知道没那么好戏 坏了你家男 要不是因为太穷了 不对 要不是为了抓到叛徒白鱼 我才不会在这树里去 王总管 这是我的自画像 麻烦你帮我 转交给王爷 我想说什么东西吗 简直一模一样 难道王爷又要重导覆辙 王爷 请慢用 有奴无形倒退啊 哼 这么奇妙 来师位 哎姐姐 这里有没有胡萝卜 胡萝卜 今天在食谱上没有这个呀 生的生的胡萝卜 有没有生的 啊 有好像是有吧 但有地方好好呀 哎 那你把这些菜都换成胡萝卜 合适吧 哎呦 生姐姐 你看你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心肯定是最好的 就光光妹妹嘛 你还真有眼光 那请你等下 我给你早聊 行 接下来 白师位 嗯 白师位 你出来府中 很多规矩还不懂 我来 是给你立立规矩 好吧 你进来吧 这要搞到哪一处啊 白师位 这王府啊 深不可测 并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不如 拿着这些银子离开 去外面 多看看 多走走 如何 原来是想赶我走 你算老计 不用了 王总管 这府里挺大 我推短 跟我走的来 听说 上一个跟你一样的姑娘 我远不顾她 失踪了 听说 上一个跟你一样的姑娘 我远不顾她 失踪了 连身手都还没找到 可怜呢 白师位 你可要 小心一些 这阴狠的死太监 出了个威信 有劳王总管费心了 上次提醒我的人 现在还在躺着呢 不知王总管 最近身体更好啊 你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这王府你不该来 凭什么 凭什么安排我蜘蛛头 叫他来见我 白师位 王府规矩 杜绝浪费 否则 家法伺候 当然了 你也可以选择 不吃 我不吃 我减肥 我还治不了你了 看你能坚持几天 好饿 啊好饿 不行 我要干饭 葫芦的 我来了 有人在王府行县 抓下来 是 给我点包天了是吧 什么 我也 他还在行为不轨啊 可是 我王的话不管用了吗 吃饱了就回房睡觉吧 别再丢人了 我吃胡萝卜 为什么好丢人的 你说天下 那么多美味佳肴 你为什么偏偏吃胡萝卜 那年大汗 克力不收 师傅为了养活我 把所有的家当 都换成了胡萝卜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特别爱吃胡萝卜 就算吃得再饱 我也能接着吃 有那么好吃吗 嗯 你尝尝 你尝尝 很甜的 嗯 既然你这么喜欢吃胡萝卜 明天我端排旅厨 别选最上乘的胡萝卜 给你享用 真的 燕味掉 你不要 一言为定小师傅 就个嘛就啥用人要 老师傅你没有听见吗 王总管这都是上面安排的 我也没办法呀 嘿 王总管等会王爷要过来吃的 什么 怎么本王不可以过来吗 参见王爷 好了王总管 下去 试试 我成心吃不了你 早就瞧 王总管 翁松姑娘求见 知道了 怎么样 一手的手艺不错吧 嗯 小吃货 我太不如说话呢 我太不如说话了 我太不如说话了 大总管 有心了 只可惜只怕老奴 往后不能好好招待大小姐 还请大小姐见谅 大小姐千万别误会 主要是王府可能有喜事要办 会比较忙碌 喜事 什么喜事 大小姐您没听说 这王府来了个姑娘 名叫白再再 王爷清心于她 看来好事将近了 什么 她凭什么 我们这些下人不好乱讲 但是圣上曾说过 王妃之选 必须是大财之人 只有这白再再有什么本事 老奴也不清楚 只知道她贪吃好玩 一日三餐 都是罗路 这儿这么卷吗 这么贱费啊 王总管 大小姐 你可是王爷最信赖之人 他就麻烦林 把这份文件 交给王爷 文件 王总管 大小姐 你可是王爷最信赖之人 那就麻烦你 把这份文件 交给王爷 文件 不麻烦 大小姐的事 就是耳朵的事 共享马车 其次妙想 其次妙想 这公孙情果然聪慧非凡 王总管 本王要见见这个旷世才女 公孙情 好的王爷 老龙这就给你安排 昨夜星辰 昨夜风 画楼西畔 退堂东 身无彩凤 双飞 心有灵犀 异点通 好一句心有灵犀 异点通 果然是我朝第一才女 才思敏捷 出口成章 这首诗一旦流传 必将成千古凝聚 王爷过奖了 我虽是匠男之女 但喜欢吟诗作对 甚至有些入迷 平时就将心思 都放在这些上面 这就像一些吃货 喜欢萝卜呢 就整天满脑子的 都是萝卜 这位白妹妹 你说对吧 你 你显微你的就行了 你干嘛说我是吃货呀 白妹妹 我可没有指名到姓 说你是吃货呀 你 你这么厉害 那我考考你 不得放肆 王爷 不妨是 行 那你用萝卜 做手诗来听听 完了完了 这从来没背过呀 再说了 谁这么无聊 会给胡萝卜写诗 看起来不那么自信了 原来才女 不是什么都行吗 我什么样 还萝卜到你来评价 你别急嘛 既然做诗不行 那唱曲行吧 也是关于萝卜的 我什么我 你不关眼起子都会唱吧 你懂什么 王爷 小女子今日身体不适 改日再与您探讨 共享满车的实施计划 好 你们 哈 人都过雪上 团圆城传来 莫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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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你生这么大气呢 二王府的小侍卫欺负我 你管管 管 喝点水 消消气啊 你放心 这个公道哥替你讨回来 你说的 我还能骗你吗 哥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现在呢 先消消气好吧 好吧 先坐下 事情 他不是你 长哥 长哥 他是 长哥 你认识啥 再再 这是晓晓 我的大嫂 这是白再再 我的提身试吻 你约我来所为何事 我有话单独对你说 他不是万人 但说无妨 前车之间 我希望你不要冲到覆车 你就为了谢谢 你多虑了 我分得清楚谁是谁 辛苦你了 大哥若在附近的话 我不便救人 好 我长话短说 你要小心刘长河 他为了登上皇位和旧出母后 许了狐妖 可能要害你性命 我会小心的 你就先请回吧 你的大哥起了一气 好 赛赛 我们也走吧 我会让你醒目 老 board 他装了 你现在进入阔 里边 你什么事 他不会范子 我自他 咋亂 你什么事 我来自我 你什么事 我来自我 你快来自我 你快来自身 你正眼还会干什么 小废了 这种东西我跟什么东西就就死了 博士 打不过就不要勉强了 要不要我去帮你追啊 我总是不需要一只鸭要来救 别以为有身子帮着刘长杰 我就不敢杀你 别忘了秘密门可在我手里 小丫头 成什么枪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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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干嘛呀 来 帮我包扎吧 会 我 我告诉你啊 我刚才给你包扎的时候 我闭着眼睛呢 什么都没看到 我才不信 我告诉你 若不是本王看在你拼命救我的份上 我才不会干这些粗活呢 谁吓呢 你愣着干什么呢 既然你已经好了就赶紧给我包扎好 咱们好离开几个地方 问人家回来了怎么办 这里没人 嗯 这是我家 你家 这么巧啊 你家人呢 我师父死了 师妹叛逃 只剩下我了 我 没事 你说说你吧 你家人呢 哦 那个陈小小跟你什么关系 我 我八岁那年 娘亲就被一群倒是杀死了 父皇把我接回王府了 能陪伴我的人就更少了 也就王总管 还有陈诚将军与陈小小 再后来 父皇兵变登基 我就搬进了皇宫 公里人儿女与我诈 我不希望小小接受几些东西 就慢慢说远了他 但没有想到五年前 父皇将他许配给了大哥 那他喜欢的应该是你吧 父皇兵变时 血流成河 最是无情敌皇家 我看了太多的同事操隔 手足相残 所以我真的不希望小小 加入皇室 父皇既然已经下职 我也无悔天之力 那他真可怜 若不是探查了你的记忆 就不知道你来自一世 有趣 你们是谁啊 这是哪啊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帮我出去 哥哥你在哪啊 快救救我啊 假如我不是腰白不好 啊 你不去保护王爷 坐在这发什么呆啊 你的王爷弄不了我保护 什么 你敢代工 那要扣工钱呢 好 我这就去 算你实现 我们走 你有新事吗 我想问 你明明比我厉害 为什么找我当你侍卫 你有什么用意啊 对付那些阿妈阿狗 唐唐二王子要亲自出生吗 那你说 帮我找白玉 怎么没有下文了 我也知道白玉在哪里 但你找不到他 他在哪 在我3D那里 若是他离开3D 我的眼线会发现 然后我就会告诉你 让你抱手去恨他 好吧 没事了 再再 你若是不喜欢站在门外 以后你坐在这里也成 你早说嘛 我早就来了 需要我干嘛呢 你要不帮我扇上风 行 哎哎哎等等别疼了 为啥我就架不出去了 别过来哎 站住 哎哎哎 我哪里跑你啊 你想把我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又是故意的 是不是是不是 王爷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的了 拿我啊 教你找了 跑啊王爷 公孙将军来了 有请 王爷 今天我来指挥两件事情 将军请教 我听卿儿说 他与白侍卫有些过节 我替他给王爷赔个不是 这是 就让他过小了吧 秦儿是我唯一的妹妹 她倾心于你 不知王爷意下如何 将军 这种事情讲究两情相悦 本王我另有打算 老夫只是替我妹妹外惜 不能和王爷如此优秀的人 结为亲近之好 也替王爷与我定下的盟约 可惜了 将军 公孙姑娘精彩绝艳 也不是不可以 这样 两个月以后 本王允许公孙姑娘 一言为定 告算 姚琪 王爷 你觉得共享马出的计划如何呀 甚妙 如此一来 我大赵王朝的人力财力 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那接下来几日 我便签住在王府 方便探讨 共享马车的计划 公孙姑娘 你我虽然已经有了婚约 但此时还未成婚 还是不要频繁往来 避免他人的非议 王爷 我们两情相悦 谁有资格说闲话呀 公孙姑娘 我想给你倒杯茶喝 我们两情相悦 谁有资格说闲话呀 公孙姑娘 我想给你倒杯茶喝 还不如送你们小姐回府更衣 不要嫌我 不是看我惯的 看来要速战速决了 老婆 等一下 王爷 翡翠汤到了 赞赞 你喝吧 王总管的心意 还是你喝吧 王总管 下次记得备两份 诺 我先回去了 是王爷 赞赞 走 他凭什么呀 你先谢谢 我在门口首诱课中 一会儿有其他师妹来替我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干嘛 王爷是我 你这么晚还不休息啊 我给你带了些糕点 本王不需要 公孙姑娘请回吧 王爷 其实 我是想和你探讨 共享马车的具体实施计划 本王今日 身体有痒 等人在意 王爷 你是哪儿不舒服吗 我进来给你看看 你我还没乘患 现在攻当寡女 哭我不妥 王爷 你有情 我有义 又哭不妥 忍不了 就别忍了 本王再说一句 不必 请回来 等妖孝射底发作了 我看你怎么是 王爷 那我一会儿再来 你中了春药 身体平衡大安 我这就给你找解药 我去解药 你中了春药 身体平衡大安 我这就给你找解药 我去解药 臭丫头 弄坏我好事 看来 糊足的魅惑之术 不过如此 你谁啊 我是什么人 你不用在意 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的目的差不多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笔信息 什么信息 说说吧 那个白崽子跟你一样 也是有 师父说 能要项链 必造中央能追杀 肯定没好结果 王爷 您先慢慢看 往无限再退 走 走 你怎么不穿侍卫甲 要靠工签的 我 我要走了 走 知道 我还有事要做 我要找白羽 当真要走了 再不走 怕是要陷进去了 不行不行 当真 白崽崽 你是王爷的护卫 没有王爷的允许 就擅自离开 工钱 一分钱也拿不到 你 你不讲理 好了 王总管 你和白侍卫 把证结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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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昨日您说身体有样 可把我担心坏了 这波 给您带了点心 要不你送 那都不好意思呀 没别的事了吧 没了 记得把门给带上 王爷 白侍卫离开王府 往西边去 是 王爷 若舍不得白侍卫 何不亲自把他追回来 王总管 这段时间 我离开王府一趟 府中的大小事宜 你开着吧 这个请王爷 尽管放心 帮我打点形状吧 是 白侍卫 白侍卫 要住远门 说话 你很贵气 不怕我让你欣吹也行 情二姑娘也挺闲的呀 不去找你能归婚夫 上一婚室啊 我的事还用不着白侍卫操心 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 情二姑娘也是 小心别把尾巴露出 还笑我 还不是神经心 还不是神经心 还笑我 还不是神经心 我来什么 你让我前面 得让大王子伤了 原来是同道中人 白侍卫 告诉了 居然是这红药 要不要告诉他 算了 不是小红药伤了的 大王子殿下 刘长哥身边的白侍卫 也是纸阳 三番两次坏我计划 再这么下去 怕是对我们不利 杀了便是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 他背后的势力 而且三王子那边 也有人盯着 倘若我们出手 恐怕 卓妖萌的理由到 正好一本网友交情 师父 我回来了 这一趟我去了人间 才知道做人不容易 人间有好多繁文如节 我还算应付得来 但我应付过来人间情爱 师父 我现在心好乱 我该怎么办 小脸 林七星 你我无缘无成 你那可要收到 有你忘了人间 拽 卓妖王的份 送死 บ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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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 请几万俗 风雪而轻 几几为定 你什么 滚 这药果然过过来这些 这世道要乱呢 怎么了 多谢你救了我 人要殊途 我们以后别再见面了 食药又如何 人都是吃梅王粮 我之前就查过你 早就知道你是药 但是我不在乎你是药 因为 我之前问你 你只走过雪上走 远程传来默默生下 斜阳三海女文 让你不顾 你只 如隔山又不 有离多少年落原生 如雪 有离多少年落原生 如雪 莫莫通过世事扶持 小子 跟我回王府了 小子 好 好 回王府了 叫掉干什么 你马上去折 记住 以后他就是你们的王妃 属相明白 王爷 来是 因为 公许王爷 公许王妃回府 听说了没 老金二王子逍遥王 居然跟自己手下的天身 女护卫高尚了 听说了 那还要拿那个女的王妃呢 还听说 女护卫怀孕六个月 还是龙凤胎呢 我也听说了 听那个城北的张大夫说 给他把公来 说什么 龙凤胎当初男的想娘 男的想爹 真好神奇啊 听说都满城风雨了 白师妹的命真好了 我的真是 也不与白师妹差多少 是不是咱也能 无计便放我呀 王爷 王妃的人选 既然您心意已决 我们做下人的 不好说什么 但五年前的事情 农家 还是请王爷 不要忘记 五年前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王爷 当初要不是沈姓迷惑 您也不这 好吧 你们都认为 我当初迷恋沈姓 才遭位不测 却不知道那只是 世景传说 而且宗多道卫 我从未对他动不起 至于白再子 他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他真的很单纯 他和沈姓长的同一张脸 纯属巧合 所以我真的希望您 能放下神剑 用心了解他 既然王爷都这么说了 老奴便尝试一下了解他 告退了 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能够有人 对不起啊 没事没事 下次小心点啊 习惯 王总管今天脾气突然这么好 你干嘛 那你都是 大白天了 我帮自己的王妃 难道何必然 我跟你说啊 那个公孙琴 不是真的公孙琴 它是妖幻化成的 你一定要小心地方 妖 你要小心刘昌河 他为了登上皇位和救出武后 写人狐妖 可能要害你性命 那天我踏过他的妖气 他有可能是狐妖 那青蛇和孙琴就会威胁 赶来卓妖留不得 要不 我们找卓妖萌 理由到处理 别打我 傻丫头 可以你想得出来 什么 你说和二哥闹得满车 疯给的白菜子 谁妖 先知万全 他是我师姐 好 很好 假如让父皇知道了 他最器重的儿子 走出人妖心为 这等有被人伦之事 那场面一定很精彩 那 等你得到王位之后 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对吧 君无谢言 你难道不信我吗 我不信你 还能谢谁啊 你一会儿去通知果实 想办法传布白菜菜十妖的事情 一定要闹得 人尽皆知 好 人妖相恋本见我的光 我一定要让刘长哥身败名利 那 我们也是人妖相恋 能见过吗 我们不一样 谁敢说你是妖 我斩谁 妖妖相恋 请偷袭 知识你偷袭我 妖妮 受死了 没有招妖精 你算什么东西啊 要知道 堂堂逍遥王爷 能碎死我 你看你皮肉痒了是不是 即日我死在你手上 也没什么好说 要杀要挂 随你便是 今天我们来 并不是要杀你 而是要请你捉妖 捉妖 有妖怪化成当朝大将军 之女公孙琴的模样 蛊惑人心 杀了他 一百两银子 这活 你接还是不接 降妖出国 本就是我周妖王的侄子 扔交 让我外出之后 没出 你是人妖混血 人妖混血 天地不容 难道他是他明露杀的儿子 哇 哎等等等 您这是在干嘛 白世伟 你不记得了 两个月前 王爷答应要娶将军府的公孙琴姑娘 这不好是将军吗 他真要迎娶她 要我说白世伟 你也不用太难过 咱们王爷呢 迟早会娶很多很多个侧妃的 雨露君瞻人人有份 少料你那份的 恭喜娘 即将嫁给我二弟 白再再也是妖 人妖相恋 真的能让刘长哥 身败名裂吗 当然不能 三弟找父王说过此事 遭到父王世子 说他捕风捉影 那我们怎么办 嫁给他 杀了他 明白 二弟啊 别怪大哥 要不就怪父王囚禁我的母后 大哥只有不择手的登上皇位 才能救得了我的母后啊 没错 要想救出胜利 刘长哥非死不可 不过 要想除掉刘长哥 首先要解决 白再来 要想除掉刘长哥 首先要解决 白再再 找机会 焚化公孙再好二弟 他不是喜欢白再再 给他一个选择 他的选择权利 还是女人 那我就是说 他是刘长哥身边的妖 诱导公孙再 出手 李诱导 一个月了 你还没有除掉护腰 他要等那个狐狸精嫁给你 警店 白四位 公孙请勿空调 让我给你传个话 说 他想约白四位 到城东郊小聚 我倒看看 我们里卖的是什么料 你告诉他 我马上到 好嘞 论迷惑之术 国瑶果然排在第一 白姑娘果真来了 你不怕我吗 论到 你不过修行百年而已 我随便动动手指 就能废了你一身道 我念你修行不义 劝你好自为之 毁你的善意洞府 继续修炼去 免得遭到杀身之祸 我要成婚了 王爷娶的人 是我 我劝你彻底离开刘长哥 放心 我是真心喜欢他 而且 有我的道好 能帮他夺得皇位 你想到没 王爷说的果然没错 那个白再再啊 的确只是个单车的小丫头 并没有什么坏心思 对了 他人呢 好像晴儿姑娘 又在去城外品名呢 哎 王爷 哎 他不是还有用 他不是已经是天主 是 晴儿 晴儿 怎么了晴儿 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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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的屁 刘长哥 王爷 李道长已按照王爷的恩负 诸杀胡瑶 并在街上施加法刺 让胡瑶一时半刻 不懈出原性 小的爷 以将胡瑶的尸体处理干净 公孙赞永远也不知道 他的妹妹是胡瑶嗓恋 胡瑶肯定不能杀死二弟 但他死定价值 二弟与公孙赞反目成仇 成不了气候 公孙赞之妹公孙青 在城外被白再再所杀 目前 公孙赞依然和刘长哥决令 吵了公孙赞 刘长哥只剩下进军无福了 祝国师大人齐开得胜 你做得很好 请国师大人赐血药 谢国师大人 你走我这儿来了 你这唱的哪一首啊 疼 轻一点 我怕你累了 你放松放松 我不累 那我给你倒水喝 我不渴 那你一定饿了 我去给你做好吃的 小兔子今天很反常啊 这可不像你 我是想来跟你道歉 我知道 你为了我得罪了公孙赞 失去了在朝中的乙重 你一定生我气了 去吃一个公孙赞罢了 那你为什么一天不理我 你躲在亭子里干什么 我在想 什么时候娶你做我的王妃 你愿意吗 姐姐 这是霓裳房的布料吧 是啊 贼好的布料啊 那就好 这事可耽误不得呢 这可是王爷的婚礼 谁敢怠慢呢 上次咱也没怠慢呢 可不是吗 咱们王府也算是开天辟地低走 婚礼不变 王妃来回换 还是白思卫有本身 你倒王爷成为王妃 不价也好 将一来呢 咱们成为侧妃的机会就更大了 大王子 这些恶礼是否有些怠慢了 安排下去就是了 是 背车 上朝 我得要问我那二弟 是咱们想的 居然会取一个妖 大王妃前来有何贵的 跟我来 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知道这机关 因为我十年前就来过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没有什么事 我先走了 都是要当王妃的人了 这么省不住心 你这样 如何陪得上长哥 我陪不上 也跟你没关系 这才是王爷心中的王妃 你不过是跟她长得比较相像罢了 所以 一个替代品 没什么可骄傲的 她如果还在世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你说的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不想长哥 因为你这只妖 而误了自己的虔诚 你们本就不应该在一起 我误了自己的误估 我会想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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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想长哥 我都不应该在一起 啊 這一切都是真的對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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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爺 各邀白玉離開三王子多日 目前他的行蹤已探明 屈青嘉義 站著 站在 開門 我有話跟你說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我不想聽 白玉已經離開三弟王子多日了 你不是想知道他的行蹤嗎 他在哪 就在你的老陈 師姐 你回來了 白玉 你背叛師們欺世滅祖 今日我要為師父討回公道 不用你親自動手 我之所以苟活於世 就是想等你來 今天 我親自把我的命交給你 你倒是坦然的狠 師父的死是我遭長的 我無話可說 當初我被沈憶迷惑 中了他的倒失了心智 這才釀成大火 我本想意思了之 但沈憶老在用師父的魂魁要挟我 讓我替他做事 我不敢不走 而且 我還愛上了劉長杰 你還愛上了劉長杰 劉長杰 你怎麼瞞了 讓我瞎就見人 敢 鬧反了是吧 喲 你就是三王子口中的那個女妖的 一隻妖 如何配得上我的三王子 白玉玉 你敢造次 國師的解藥休想再得到毅力 還有 我會將你師父的魂魄捏碎 扎得不留一點 劉長杰 我對你真心一片 你為何這樣對我 不管我對你是不是真心 但無論何事 你都不要忘記 你只是一隻妖 劉長杰 你太令我失望了 師姐 跟我進來吧 你不配給師父磕頭 我知道我不配 這也是我這輩子 最後一次給師父上笑了 我中了沈醫的慢性毒藥 需要每月服用解藥才能克制 我既然已經逃了出來 就已做好了死的準備 這一切都是沈醫的陰謀 包括讓我引你解釋劉長哥 因為你和沈仙長的一模一樣 沈醫笃定他一定會愛上 他 他 師姐 下了劉長哥 拿回護符 才能壞我師父的魂魄 救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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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沈醫 師 你要為你師父報仇嗎 當然 你師父是我的師兄 你應該叫我師叔 是我師叔 想知道為什麼我要殺了我師兄 因為在五年前 他勸我的女兒杏 長哥背叛了我 杏兒為什麼和你長得一模一樣 估計你也想不到原因 你說 你原本是杏兒年幼時養大的兔子 杏兒將你交給師兄後 師兄又天外餘育將你驚辯 之前你就對杏兒耳濡著 長今後雖然失去了記憶 但還是自然而然化成了杏兒的模樣 當年在殺師兄之前 我就暗程觀察到你的模樣 當時我就有了計劃 先控制白玉玉的神智 除掉我師兄 再通過他 將你引到劉長哥的身邊 不出所料 劉長哥曾經愧對杏兒 他一定會將你留在身邊 你到底想怎樣 替我偷了護符 殺了劉長哥 你休想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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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捏碎師父 非過散 不能好死 白菜菜 不想你的師父 和非過散 八個月之內 福和劉長哥的人 白菜菜 白菜菜 不想你的師父 非過散 八個月之內 福和劉長哥的人 王爺 王妃回來了 你三日未出門了 我來了 我來了 王爺 王妃回來了 你三日未出門了 你要不要去勸勸他 王爺 讓他一個人進行吧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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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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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在這 你進來吧 啊 啊 學姐啊 你要杀了我 杀我 钱都不要 王爷 已经三日了 你多少吃一口吧 王爷真的陷进去了 王总管你等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万世伟 万世伟 王爷为了你 孤身犯险 你说什么 他拿了护肤 去了三王子府 他什么时候去的 一个时辰之前 他说 他却拿回你 最重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早说 王爷平常发了毒誓 说一个时辰之后才能说 他说 若一个时辰 不会 就让老东 带着白世伟 远走高分 不要再回京城 王爷从未如此 爱过一个人 拿出神性爱着王爷 王爷只是把他 当做妹妹一样 看待而已 老东看得出来 王爷只有和你在一起 才真的开心过 如今王爷为了你 皇父不要了 皇位不要了 现在连病都不要了 白世伟 你要去拿人 若 我要去找他 老丫头 老丫头 王爷 我晚回 你就寻死灭魂了 王爷 才会给你带什么来了 二哥失业前来韩树 有何药是吗 二哥你这是 三弟 把白再的师父的魂魄交出来 不服你药 等他去便室 二哥 你我兄弟二人联手 定能拿下这江山 到时候你还送你的逍遥王 岂不逍遥快晃 三弟 希望你别忘记 我有军权之时 却没有动手 又是不想看到 你我兄弟相残 三王子 你去送我送刘长高 你去送了 你去送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 这条路可以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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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再再 你受苦了 师父 你快告诉我该怎么救你 为师早已死去 你无力回天 你救我出囚龙 就是助我解脱 再再 为师将你竟变成人 相处不过短短数年 很多道理啊 还没来得及教你 要谨记 不要被仇恨 蒙蔽了双眼 以师叔走火入魔 迟早会自食其果 为师的仇就不要报了 答应师父好不好 好孩子 以后的路啊 你要自己走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也不要辜负了自己 在这么难的世上走一走 蒙蔽 见自己 方见天地 得见众生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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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我没有师父了 我没有师父了 你一定对死有所疑惑 今日 我便将一切告诉你 她名为沈兴 五年之前来到了我的府中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她的身份 让她入知己 救太神话 后来 我无意中得知她是 国师沈医之女 不久之后 虎福师姐 她离开了王府 不知所作 王爷 怎么样 虎福 找回来了 杏儿呢 府并在城东郊 找到杏儿姑娘 当时她一昏迷不醒 虎福 是在她身上找到的 王爷 王爷 圣哥 圣哥 圣星 从你进王府以来 我一直把你当作亲妹妹 就算你隐瞒真实身份 我也不在乎 在你最后还是让我太失望了 父亲逼我 你也防着我 我到底是可怜还是可悲 你也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 我不会和你计较 你养好了伤 就回去找你父亲 圣哥 就此别过吧 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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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他 你别管他 如果我说 是我爹透了虎 是不却我气暗透明 是我把虎福拿回来的 你醒 你先把心放下 圣哥 我再也忘了 圣哥 圣哥 神经本性善良 九个段陷入夺地之乱 最终却因为一个假虎福 让我和沈亿逼死 从那时起 我记不足够出来心里的愧疚 直到你的道路 赛赛 一定有人告诉过你 我喜欢你 是因为你和沈星相向 是他的替代品对吗 嗯 沈星之死 我自责了很多年 所以留下他的话 能做一个念想 当然 如果你介意的话 你干嘛 既然他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又何必留着他呢 你别这样 我不介意了 对了 那尸妾的虎福 是假的 虎福尸妾也非同小可 这可是死罪 但是我没有那么不小心 将虎福落入他人之手 那你给刘长杰的是真是假的 傻瓜 为了你 我不会拿下虎福寻妄险 那怎么办 皇帝会不会治你的罪啊 现在我只能找父皇 父亲请罪了 成大使者 切记心浮气躁 哥儿 看来你的心性 仍需磨练呢 为了一个女子 放弃兵权 请父皇恕罪 朕当年兵便登基 你们三兄弟中 属你处理最多 功劳最大 朕对你 也是记忆厚望 你这么做 值得吗 二臣无能 请父皇走走 罢了 谁叫朕 当年有福于你的母亲呢 朕听你想办法 多谢父皇 你们几个小猫犯吗 兄弟这笨 让朕通心急锁 难道你们忘了 在台庙中的叔叔 薄薄了吗 父皇怎么了 父皇怎么了 亲弟 我想 想当初 我想 朕功名日盛 朕的大哥 想联合三个弟弟 一起来陷害朕 为求自保 朕不得已 发动兵变 就在这太极殿上 朕亲手 杀死了朕的大哥 这才有了朕的江山 但朕时常也闷心自问 为了皇位 弄得兄弟相残 到底是职 还是不职 不职 儿臣无意皇位 只想父皇 放了我 不可能 还有朕的三弟 竟下毒于朕 朕记得 将他领迟时 这是新书道哥 你们兄弟皆计 万万不要手足相残 否则 就和朕一样 愧疚一生 是 三王子 太难赶了 成大事者 这点小场面 都经历不了了吗 小场面 可是你难道不知道 父皇的雷霆所办吗 胖年兵兵 他可伤了他六个兄弟 怎么 你怕了 机会就在眼前 莫非你要退缩不住 你少说这些风流吗 宗盛 这伙伏留不他 留不他 当真 你以为他留长哥 会放过你吗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我硬一决 不玩了 且慢 既然这样 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你要干什么 把这位家伙服 交了 暗中观察 刘成哥的动向 是 你以为老夫辅佐你 还是为了荣华富贵 五年前 刘成哥 逼死了性能 能使老夫就发誓 一定要你们刘家 血债血偿 刘家 一个都不留 刘家 你已离世十几年了 这身为皇帝 就无法替你消灭卓妖猛 这心中有亏啊 这支发赞 是时候活给哥儿了 是时候活给哥儿了 我就先给灵珠传给你 你听说了没 二皇子找的那个王妃啊 是个妖怪 那王子人品很好呢 这下高贵 人品再好 也是大官贵人 听说他们就喜欢 妖怪变得小姑娘 大王子殿下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师父 陆离上人 大王子殿下 昨日我等在殿中打坐 是我突然现身 告知我等 他夜观天象之时 发现魁心暗淡 这天象时 二王子刘成哥违背天理 迎娶妖物 才是天生意象 当年事业生仙之前 曾留下教诲 人妖相恋 三界将会大乱 届时六道不稳 众生烟灭 不过大王子殿下放心 我捉妖王 绝不会袖手旁观 这与我何干 殿下 你这王帝 可非凡人哪 他的亲生母亲 正是十五年前 我亲自诛杀的蛇妖 陆莎 他是人妖混血 所以天子极甲 妖领惊人 人妖混血 大王子 我是沈医和赞王子 求见 三弟今日前来 所为何事 我是说 知道李道长 陆道长来求见大王子 他们也是旧相识 有话可以一起谈 请进来 是 好久不见 大王子 三弟这是 殿下可认识此物 国师先请 虎夫为何在国师这里 三弟又怎么 三殿下有些不听话 我只是让他暂时安静一些 不知国师今日前来有何事 老夫前来 协商与大王子结盟一事 国师为何要舍弃我三弟呢 要与本王结盟 刘长齐数字不足于谋 老夫之所以要和大王子结盟 因为刘长哥 他与老夫有不共戴天之仇 好 有国师和卓妖萌的道长相助 本王必成大事 当节圣上 有意复制刘长哥继承皇位 所以必须尽快除掉刘长哥 公孙瓒 以至于我等一心 也要早早出去 公孙瓒不足委屈 况且他的妹妹还关在我的牢里 如此是 不过大王子还有地方一个人 何人 大王子妃 他与刘长哥暗同款区 所以大王子 你为何如此 任人费眼睛 大王子 这一段事不去小间 什么人 我是大王子妃 我要见王子 王总管 我要见长哥 忘记说 忘记说 大王子妃 大王子妃 快 来着呢 快点 解决住 解决住 长哥 刘长哥 刘长哥 和神 和神医院 和神医院 并便 你要早做准备 从柳上河那里救出公孙瓷 和城区公孙瓒 我知道了 你不要再说话了 长哥 我还记得 小时候 你不爱说话 只有我和你开心 有其他小孩欺负我 也只有你给我出头 那样的日子 是我这辈子 最开心的时光 若有下辈子 我希望 松下 收拾 快 收拾一 传二王子 传二王子 救救 公中看医院传来消息 皇帝病急 传刘长哥提前成婚 给皇帝冲喜 以王妃传闻 为妖怪所化 满朝文武 先反对镇文亲事 刘长哥那小子 就决定婚事从简 只邀请亲友十二人 百官一个也没参加 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 你做得非常好 看来我们的计划得提前了 你回去吧 是 小子请国师赐些药 谢国师大人 王总管 大王子一同意 事成时候 许你回宫 任大内宗管 老奴 多谢大王子承训 当年老皇帝 这贪财之计 逐一出宫 他的儿子登基后 不肯找你回宫 刘长哥 也不敢给你承诺 只有跟着大王子 才是明智之选 之后 老夫再上了千两黄金 老奴 单位国师 干老徒弟 万死不辞 刘长哥 所谓 骨则一室 死则铜血 未雨不信 有如脚日 请新娘 二弟 有婚你还是别结了 大哥 假如你今日就此作罢 我或许还能自离杯喜酒喝 死到临头还不自知 其实咱们新出旧和一起算 我想你全都给你陪葬 你就自尽吧 小李儿当年一样 要有跟他还费什么话 当年我们都杀了他母亲 今日也能杀了他 王爷 王爷 进军杀下来了 小大王子 有股不合胜只威胁他们 要如王府满门 你还不住手就行 刚才今日我们兄弟二人 不能善了 既然如此 各位敌客 请先回避一下 免得一会刀剑无眼 伤了各位 进军攻起来还要一段时间 既然来了 就不要死 动手 你有张良静 我有过墙天 今日我叫提你们的人头 去降服进军 长哥 我放进 一定人头落地 为了他做什么 既责落而欺 他先责主而是 对不住了王爷 主席 别收拾新娘 二弟 看来 你还心肯肯肯 不行 你可背叛我 他独发身亡的 不是 老奴是担财 但区区千两皇金 就能收买老奴吗 真是笑话 做梦 二王子视老奴为家人 别说独发身亡 就算万劫不复 老奴 也绝不会背叛 二王子 大哥 大势已去 大势已去 我看你是物判刑事了 你骗个 竟然将你的护兵杀 一个不剩 老师我还怎么逃 你不用骗个 即可知道 你万里进军 是全军父母 刘长哥 这死到里头 是人说梦吧 是不 王子那带来立即 杜甲选兵 你赢来话 能力 是吗 是吗 李进 你身为禁军公兵 居然被逆贼为使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刘长哥 你为了对付二王子 居然将妖狐假扮秦儿 差点害死秦儿 幸好白王妃丢下秦儿 才让我们兄妹团聚 哥 我还活着 之前是妖怪假扮我 哥 这一切都是沈亿 和刘长哥的阴谋 要不是白侍卫 我 多谢白姑娘 公孙将军 沈亿即将谋犯 还望将军不计前嫌 前驻住王爷一臂之力 在我把我们安顿好之后 即刻调动京城郊外的 重驾选军 和沈亿大干一场 稍等片刻 多谢将军 没事吧 二弟 我输了 带我去见父王吧 可是 你还要赋予完炕 还不交出解药 给王宗敢解读 我可向父皇求情 可是 大师里去 投降吧 投降 你是王子 或许可以免死罪 我们呢 胡乡 死路一条 孟后 儿臣不想 先去吧 孟后 放弃 请一下法权 两一四项 入行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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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tk av veri 沈亿 留下解药 没想到要服务化多年 还使功归一归 小三 哪怕我大事没成 今日你要取你小命 为我的昔儿报仇 不过是你的执念罢 如果你真的心疼神仙 怎会让他入王府 以身犯险窃去护府 若随会在他还回补府以后 让他打成重伤 是 老夫当年也心急他 我看到昔儿为你貌似脱回补府 我就将他放回到你的身边 老夫也打算去辅佐你 可是没想到 你却把昔儿逼死了 我不活下去的唯一目 就是你的仇 没错 我将是要你们所有人 为昔儿陪葬 乔儿陪葬 神医 为了心儿 我不杀你 卫师的虫永无有报了 他愿是否好 心儿 天天呆了 天错了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卓妖猛残害生灵 其党被打入死牢 令大王子长河造反忤逆 如今已然身死 既往不救 三王子长杰 是非莫辩 大失人心 今日起废除王决 今此 希望你们今日 记住这个教训 朕给你们的才能要 强不得 再有下次 杀不舍 是 儿神灵自成兵之 哥 我说过 我是从义士穿越过来的 我知道 你说过 看来 不是所有的穿越 都能当主角 没有本事 也许只能当到龙炮 大大降优 清儿 你不是还有我吗 哥 有你在 我才感觉自己不是最残的穿越者 哎 清儿 别想太多了 现在北方蛮族 顺着力动 正是我们兄妹监工业的时候 好 我们这就准备 出发到边境 尔臣 尔臣 参见父皇 哥儿 无许多礼 神医的解药 他应该已经研究数日 查出其中成分 不如就批量连出 王霞 其大小官员 已无姓名之用 没想到这神医 竟手段很毒 幸会遭有地方 赚回 竟然将假虎符拿回 你说将计就计 干脆让他们有真目的谋犯 这样方能查出禁军内鬼 如今看来 你就对了 还要多谢父皇装病 配合儿臣 逼着沈亿他们 提前谋犯 哥儿 都是你神机妙算 才能让沈亿 步入你的圈套 私等大功 不愿于几年前 你助阵登基 儿臣不敢拒大功为己佣 只希望父皇能够 答应儿臣两件事情 但说无妨 仪式王侠 他虽然贪心 但是对我们留下忠心耿耿 请父皇能够收回先帝成命 将他召回到皇宫 任大理总管 郑文 第二件呢 希望父皇 许我和白再再 归你山林 哥儿啊 朕一查明 那白再再确实是有 你将来 是要做皇帝的 人要相恋 你让满朝文武 天下百姓 怎么看你啊 父皇 儿臣在交出虎佛那一刻 儿臣就知道自己不适合当皇帝 不能担死重任 好了 下去吧 父皇 您这是同意啊 朕啊 是不想被你搞得头太疼了 准了 儿臣 多谢父皇 说吧 什么事 此生苦短 无你何患 事不遇你 生 可惜 好好说话 曾今日起 你为我所有 王妃 愿意吗 嗯 我有一个要求 以后你只能陪我一个人吃葫芦 你愿意吗 一言为定 别跑啊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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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啊 不要这个了吧 兜兆哥 你碰不下了 你碰不下了 圣山 圣山 哎呀 何时如此惊慌啊 圣山 大事不好 北方蛮族饭店 他却已贡献我大兆王朝十一城 我却伤亡惨重了 我大兆王朝与蛮族的战事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要没有攻到庸城 就不算大事 圣山 庸城买报 靖王后听闻大王子身亡后 神志临近疯狂 逃出究竟之所 三清天甲 清风能长 快 速速召见雷王子 诺 速速召见雷王子